慈大父小开学日 贵客立临 慈济志工陈秋华 从约旦带回叙利亚难民的故事 那个学校没办法护房子 结果要把那些同学们赶回家 不让他回事 对 是苍民喔 看见苦难伸出援手 难民营孩童有营养需求 校长发了心愿 我知道鸡蛋可以提供 一样的童年不一样的际遇 慈大父小学生画卡片传爱心 在这个目前这样的情境下 有这个机会让他去建立 他的同理心的层次 而且越来越高的话 他出去我觉得他会 驻人的那种态度跟动力 跟动机会更强烈 其实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的区域 在阿满亚尔兰 我们会把它翻译到阿尔兰 然后我们会让你的同学 其实是苍民的孩子 他们会把这些读义 然后我确定他们会让这些读义 会让这些读义 慈寂人的爱一直都在 慈寂人的爱一直都在 慈大父小师生以家人的心情 为施利亚难民持续祝福 大爱新闻知识美之工 廖宿霞 高耀光 华联报道 不得了